曾经在台湾有一个职业 他会骑着脚踏车到处去说故事卖堂 你们有看过吗 有看过一个骑着脚踏车到处去说故事卖堂的人吗 这里有一张图是一个叫做谢昭志的阿嬷 他65岁才开始学画画 然后呢他后来也出了一本书 80几岁才出了他的第一本书 他把他生活当中看过的一些事情 生活的景象透过他的画笔把它画下来 然后你看这里就有一个伯伯 骑着脚踏车车上有一个卡密续拜故事盒子 你们刚刚进来故事馆在外面听那个哥哥导览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在脚踏车上面 然后转那个拉扬片跟你们介绍故事馆 为什么故事馆里面会有这样子大大小小的箱子呢 你们知道我们云林故事馆今年几岁了吗 99 99岁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住了50年喔 然后日本就有这样子说书人的文化 然后带来台湾 所以曾经在台湾的大街角像 在没有电视机可以看的时候 大家都好期待啊 这个说书人啊可以来这边说故事给大家听喔 所以我们的故事馆就有这样子的盒子 在分享故事 而且我们每一年会邀大朋友 小朋友来写自己喜欢的故事已经持续10年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我家的客家烟萝卜 是一个9岁的小姐姐 你们有9岁吗 有一个9岁的小姐姐 我小三年级的时候啊 来故事馆参加我们绘本的课程喔 他的作品有陆选 然后呢就出了这一本鲁彩Q的故事 我们云林县喔有客家人 他们住在俄伦西罗伦贝喔 然后这样子的召喚客家人 每一年冬天都会腌萝卜 然后你们想知道萝卜是怎么腌的吗 要不要一起学 我觉得你们应该会有点热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赵安客家人的腌萝卜怎么腌喔 他说啊 这个是我家的阿嬷喔 后面的弟弟要不要前面一点才看得到图 这是我家的阿嬷 每一年啊 阿嬷 阿嬷